郭文貴議員 謝謝律師傅 這個題目是我跟楊會長討論以後採用的 時間的概況應該是從19世紀中葉的 一比較更準確一點的話是1858年第一批人數比較多的華人到加拿大 我主要的是講這第一頭100年這一批華人到加拿大以後的經歷 如果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概括這段歷史的話 我應該說這是一部辛酸史 因為從中國本土到加拿大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路途是非常遠 要越過太平洋才能到加拿大西部 所以我先要把兩邊的情況稍微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因為講到移民的歷史一定是一個是推一個拉 中國是人數多的向海外移民 那麼什麼情況造成中國向海外移民 在十九世紀以前呢 其實在中國這個廣大的領土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族 宗族之間有的和平來往 有的發生戰爭 有的發生兼併 這個大概在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的中原和華北平原這一段 兼併的過程非常長 基本上大概到了漢代 北方的民族比較的融合 那就出現一個人數最多的一個民族 那麼這個民族呢 就自己以漢代為名稱 因為在中國古代的兼併太多 實行封建制度很多小伙 那麼到了秦朝 雖然秦始皇統一天下 但是秦朝的時間非常短 十五年就完了 但是它的後繼的漢代 兩漢、西漢、東漢 一共有差不多四、五百年 這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全盛時期 因此當時形成的最大的一個民族 就非常自然地把自己認為是漢人 所以一直到今天為止 大部分的華人 都是說我們自己是漢 所以從漢代就開始 但是這個情況 那麼在中國的最南竄 比較不同 因為漢代的這個勢力 最初剛剛才到達現在的廣東 這一代沿海地區 那麼沿海這地區的很多民族 也跟中原的民族相融合 然後呢 那麼漢朝的發展 基本上是在勇力上的發展 從西域到西面去 那麼一直要到唐朝 中國經過了相當 從漢朝以後 經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動亂 這個動亂到了水朝又統一 可是水朝時間很短 那麼接著水朝的是唐朝 唐朝有三百多年的時間 比較政權、穩固、情勢比較好 唐代當然也很注意陸地上的痛惜雨 那麼但是到唐代的時候 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 就現在的廣東、福建、浙江南部 這段地方已經開始 有人跟南洋不同地區的人 做生意、貿易來往 這個就是華人開始向海外發展的第一步 長朝開始發展的時候 多半都是做生意 到海外去做生意 因為路途相當遙遠 路途相當遙遠的關係 有很多做生意的人 到時候就長期居住下來 那麼這些華人 到了東南亞各地區做生意 與當地人開始有接觸 與當地人接觸的時候 當然你要自己也要自我介紹 我是什麼立法人 那麼那個時候是唐朝 很自然 那麼就是我是唐人 那麼東南亞不同地區 有不同的民族跟唐人來往 也有不少唐人 就在東南亞定居下來 與當地人同婚 那麼現在形成東南亞一個相當大的一個族群 很有趣的就是說 當北美洲開發 那麼最後吸引了華人的移民到北美洲的時候 那麼到了北美洲的華人呢 仍然是以唐人之稱 到現在為止 每一個地方的Channata 它有中文翻譯都是唐人街 可是這個唐朝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 中間經過宋、元、明、清 但是後面這些朝代都沒有被人採用 所以到現在為止 在海外的華人常常還是自認為還是唐人 那麼實際上這個稱呼已經老早過期了 那麼實際上這個稱呼已經老早過期了 基本上來說從唐代開始 中國下海外移民、海外勞運 那麼人數並不是太多 經過以後的幾百年 陸陸續續的有很多人 繼續向東南亞這一代發展 那麼經過兩壽、元、明、清 其實中間一直沒有什麼特別的見怪 繼續有來往 可是這個真正的中國向海外移民 人數相當多的要向海外移民 發生在十九世紀的中葉 為什麼會發生的時間會這麼晚 而特別在十九世紀中葉 會突然造成很多的華人要到海外去謀生 而主要的原因是要看中國歷史的轉變 在中國雖然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文明史 但是人口的問題、人口的變遷非常奇怪 一般來說當著政治穩定 社會經濟生活有發展 人口會增加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 那麼等到發生動亂、社會不安定、戰亂 人口一定會減少 而中國這個歷代從漢朝以後 一直到清朝的初期 所以人口是甚衰 好像走的是一個 是這麼一個形狀 大概來說 因為我以前看過 研究中國人口史這些書 大概來說 中國人口最多的時候 可以到達大概一億四五千萬人 人口少得少 有戰亂的影響 人口會跌到四千到五千萬 所以都是在這個條例 這個變化之下繼續下來 一直到19世紀初期 19世紀前期這段時間 中國的人口增加很快 那麼這是據我看來 是兩個最大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 是這個滿清王朝 他佔領、統一了中國以後 他接著有三個魂 大家都知道 康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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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朝的盛世 這時間呢 這個是公元一六六二年到一七九六年 大概一百四十年 這時間 這段時間裡頭 只有最早的一二十年 還不太太平 因為清朝的康熙前期 面對了 發生一個比較大的叛亂 叫做三繁之亂 在吳山慧帶頭 這三繁之亂 沙發差不多七八年 也死掉不少人口 一直要到三繁之亂過去以後 康熙前的盛世 剩下來大概一百一十年的時間 非常太平 中國基本上 沒有什麼 在內部沒有大戰士 曾經有套法、准格爾 這些是在邊疆用民 對中國本土沒有大的戰士影響 所以這個一百多年中間 可以說是中國在最近幾百年來 黃金時代 政治非常親民 社會很安定 很自然的 農業社會裡面 在這樣一種環境之下 人口膨脹 這是一個大因素 第二個大因素呢 也正好發生在這個時期的前後 就是正要從西洋的這方面開始 是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新大陸 發現新大陸以後啊 別的問題我們不談 他發現了 美洲的土產 有些農業品 這些農業的土產 很快地 就從美洲引到歐洲 然後從歐洲蔓延到亞洲 這包括一些什麼東西呢 包括我們現在熟知的Potato 土豆 Corn 玉米 SweetPotato 番薯 這一類東西 這一類東西啊 引入中國以後 發展得非常快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它從中國當時最常見的 兩種農產物 稻米 小麥 不發生衝突 怎麼叫不發生衝突呢 就是它不需要水分很多的 平地都有灌溉的這些土地 它可以在比較丘陵 比較雨量少 甚至於比較土質 比較差的地方生產 所以它引起了一個農業革命 這個農業革命呢 簡單的來說 就是它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 那麼本來我們靠稻米 靠小麥 靠其他的雜糧維持生活的 現在因為這些新品種的引進 人口大大增加 所以這是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中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的時候 人口膨脹得很厲害 根據研究人口問題的專注說的呢 就是在這段時期裡面 中國的人口大概增加了兩到三倍 換句話說恐怕達到二億到三億之間 為什麼我不能說一個缺失的數字 因為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最大的一個缺陷 是我們立代沒有詳細的人口調查 我們這個調查是什麼呢 是戶口 這戶口是調查你有多少農戶 這目的是為了收稅 收農稅的關係 所以我們用每一戶平均人的數字 來遮串成人口的數字 大致的一個人口狀況 那麼經過了康庸前三個盛世 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 中國的人口大概已經達到兩億到三億了 那麼這是非常快的一個發展 但是因為中國是個農業社會 這個農田的開墾 譬如說新的荒地或者山坡地 來開墾成新的農田增加了很多 估計大概在這一兩百年之間 大概農田可耕地只增加到35% 那麼可耕地只增加35% 但是人口增加了量 當然形成很大的一個壓力 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工業化 城市化趨勢很慢 所以大部分的人口 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在農村 所以農村就受到很自然的人口壓力 這種壓力一發生以後 到了乾隆以後 清朝的統治也開始衰落 它的統治、它的政治控制一衰落之後 國內容易發生亂死 所以從嘉慶以後 中國就發生一連串國內的亂死 太平天國之亂是最出名的 然後又念軍、念亂 然後又描亂 然後又回亂 那麼回亂影響的區域很大 從西南、從雲南一直影響到陝西、甘肅、新疆 所以經過這種大動亂之後 那麼中國內部當然是很不穩定 人口也不會有什麼增加 但是在沿海地區 它沒有很直接的受到這些動亂的影響 過剩的農村人口 就想辦法要向外發展 那麼特別是中國東南 就是廣東、福建這一代人民 因為它已經有祖先給它打下一些基礎 在東南亞有很多中國從長代開始 就做生命在那定居 所以經過了家庭 經過了鄉里 經過了各種關係 中國南部沿海的人民 在十九世紀大量到東南亞各地區 但是我今天的講題 當然不是以東南亞為主 主要的是講華人移民到加拿大來的過程 那麼我現在要開始介紹一下 從不同的一個方向 就是怎麼樣吸引外來的移民 換句話說 就是美洲的發展 美洲的發展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 因為歷史的記載比較嚴肅 而且已經有大家公認的一種情況 就是Christopher Columbus發現新大陸以後 歐洲才開始向北美洲移民 當然也不限於北美洲 就向整個北美中美南美開始移民 但是那個時候美洲當然不是空的 它已經老早有原居民 我們現在已經有移民的事 從前叫英靈地區 但是這些人口 它是有幾個特點 第一呢 他們雖然有相當的經濟文化的發展 但是它沒有建立起很大的統一的帝國 只有在中美洲、北美洲曾經有過這兩三個所謂Empire 但是它的Empire實際上不夠 不達到這個程度 換句話說 它能直接統治、控制的人口 並不是那麼太大 據現在的學者的估計 大概在歐洲人開始向北美洲移民的時候 換句話說大概十五十幾年開始 整個美洲的土著人人口 大概只有五百萬左右 那你想 我們在地圖上看 這個南北美 凱爾冰地區 這麼大的一個地區 人口只有幾百萬人 當然是 是人口七少的地區 再一個情況 就是當時的這個土著印第安人 很多都是以部落為單位分開 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地區 所以西方人 譬如說到了亞洲 它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是幾個已經有的大地區 那非要發動大的戰爭 它才能可能有政府 可能有移民 但是到了美洲 它這方面的挑釁 這方面的挑戰 就比較淺 比較保護 為什麼沒有 印第安人的土著 當然對於歐洲來的這些移民 並不是很順強的 有的發覺好好的和平做生意不成的話 那就發動戰爭 也彼此有屠殺 但是屠殺的結果 因為歐洲的移民 有比較好的武器 比較好的組織 通常就是當地的原居民被屠殺 那情況比較多 那麼 所以這樣的話 美洲開始發展 到後來美國獨立了 加拿大也成為所謂英國的自治人 那麼當然最初來的是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他們所建立的帝國 後來到了19世紀 也紛紛的這些殖民地獨立 也成為不同的國家 那麼這些地方 不管是北美洲 或者中美洲 或者南美洲也好 大概都有一個大概的趨勢 就是因為它從歐洲移民來 都是向東往西發展 你看美國的歷史如此 加拿大的歷史更是如此 都是從東向西發展 那麼當時的這個中部大平原 到西部海岸這一帶 都是地廣人西 需要開閥 這個開閥的過程中間最需要的就是勞力 因為土著的人 人口很少 你沒辦法奴役他們來從事生產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開始販賣黑奴 從非洲買了 非洲這些年輕的能夠做工的人 賣到美洲來 販賣黑奴 這也是西班牙葡萄牙剛開始 貼的就是英國發布的 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開始引破了 那麼從15世紀一直到19世紀中期為止 大概上千萬人非洲的黑林被賣到美洲外 其中最多的一個是美國一個是巴西 講人數來說 就是黑奴的人數來說最多的 可是到了19世紀的時候 歐洲的社會開始發生變化 所謂的人道主義的觀念思想慢慢地流行 人變得更有同情心 歐洲人開始有反思 他們感覺到這種販賣黑奴是非常不忍道的事情 所以歐洲的國家它社會上內部開始有變化 反對繼續販賣黑奴 這是英國最先 最後英國的國會在1830年代就通過了這個通過了立法 禁止販賣黑奴 我們其他的國家比較慢 美國最慢 美國最慢 主要是因為美國自己的黑奴太多 美國一直等到南北戰爭 它的內戰 這個時期林肯總統出來反對這個南道的這個黑奴制度 然後在南北戰爭以後 這個奴隸制才慢慢地消滅 這個時候就發生一個問題了 既然你不能再繼續販賣黑奴過來 但是你的農業的生產 很多農莊 很多礦產 開發的礦產 很多地方仍然需要勞工 那麼這些勞工從什麼地方來呢 這就是我們華人開始 到海外去求生一個開始 華人移民到北美洲 其實加拿大和美國有很多地方非常類似 非常類同 大致加拿大要比美國晚上了十多年 幾乎走的是同樣的步驟 那麼從中國出來這些華工 那個時候都是絕大部署 都是年輕的男性 因為這是他可以出來做勞工的 那麼這些勞工呢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為了生活困難 要爭取出洋工作的機會 你一定要透過各種關係 比較幸運的 有家庭有相親 有各種會館的關係 他們先借錢給你 這種叫做這個 我們現在把它好聽的名字叫 free immigrants 這些自由民 你自己可以有選擇到哪去工作 或者朋友家人幫你介紹到什麼地方工作 主要到東南亞十九世紀的很多都是屬於這個類似 可是呢 也有很多是為辦法找不到這些關係 特別是你要離鄉成員 你要到北州來打鼓 那麼你就會受到黑社會的影響 受到這個勞務所謂的勞務體系 這個勞務體系裡面可能牽涉到很多城 傳出了當地的這個武功的人呢 或者是這個在北美洲的這些業主啊 通通的博物 而很多時候是會有黑社會牽涉在內 所以華人在這段時間裡面 在十九世紀的後期 為了這個生活的困難 要爭取出洋工作的機會 那麼實際上是很多人經過沉沉不穴 而且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商生特別是到北美洲來的移民 有很多商生的漫長的傳運過程 在那個首十九世紀的這個船運 你要從中國沿海 譬如說從香港澳門這一帶翠洋 要到北美洲來 這是一個漫長的旅途 而且呢 船主它的目的 它是要賣勞工 所以它是把這個船上 能夠裝多少勞工 就裝多少 這勞工當然受到的殆 非常慘 你要在路上得病 死了 丟著大海裡 沒人管 那麼基本上來說呢 這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十九世紀 中期的華人到海外打工 這個第一個浪潮 但是真正到美國 到加拿大 這第一個移民的浪潮 是發生於什麼時候 在美國是發生於1848年以後 在加拿大發生於1858年 十年以後 這是什麼呢 淘金 美國在加拿大發生的一些地方 發現了金狂 那不得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 大家都要發財 來淘金 從歐洲來 美國其他地方來 當然這個消息傳到亞洲 對習近平要很多 亞洲人最主要的還是華人 也有些印度人 跑到加拿大發生的淘金 淘金 當然以某一個金狂 那麼多人來淘 淘了十幾年的金狂 也沒什麼剩下的 很巧的是 加拿大的B.C. 這條大蛇 叫Fraser River 就現在在 在溫哥巴附近出海 這個河的沿岸 發現緊迫 所以 自加拿大自淘金日古 是1858年開始 也就是那一年吸引了不少華人 那麼 那些華人大概是成千 幾千人 有數 這些華人從什麼地方來的 其實很多是從美國 向美國來的 原來在美國淘金 沒有金客棠 就跑到加拿大海 也有不少是從香港 澳門這邊來的 因為你記得1858年 在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以後 中國已經無從東上 所以基本上 外國的上船 都可以到中國來 裝人 裝貨 那麼 這些中國人來加拿大淘金的 其實 不是我們所想像中這麼容易 每個人都配合 你跑到那個河邊造的地方來淘金 不是這樣 那個時候 種族的歧視還很厲害 白種人 白種人 那個時候是 稱霸天下 他對你黃種人 也要跑來淘金 他當然是 不太高興 所以很多的淘金的地方 華人要去會受到排擠 不讓你隨便淘金 所以這些華人呢 是沒有辦法的 只好在淘金拒接的這些地方 找別的工作做 幫人家燒飯 幫人家洗衣服 做別的事情 這次大部分的華工 在所謂淘金熱潮之下 來加拿大 最主要的一個經過 那麼這些人呢 後來經況慢慢地沒有了 也就在當 紛紛在當地 或者是 主要是在British Columbia 一些不同的小村 小村 想辦法地居下來 那麼很多就是 那麼很多就是 開始做工工的 開始開洗店 或者是 開始做小餐廳 這些 這是第一個大浪潮 到了1860年代後期 又開始了第二個大浪潮 這第二個大浪潮 不是淘金 主要是美國跟加拿大修鐵路 也是從美國開始 美國要修這個 它的叫做Western Pacific這條鐵路 它從1862年到1869年堅持 主要的是東西貫通的這條鐵路 那麼這個鐵路啊 見到西部的時候 它要穿越Rocky Mountains 非常困難 那麼當時的這些 修鐵路的這些工頭 就發覺 哎 華人很能吃苦 他就不用華工來修鐵路 白人工人呢 不太能吃下來的苦 或者華人他可以吃苦 所以是從美國開始 覺得建鐵路 僱傭華工 非常和爽 那後來1881年 加拿大開始修鐵路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也是修到Rocky Mountains附近的時候 他從美國這方面 美國的工頭這方面 得到的消息 就不用華工 最可算 最便宜 所以才開始大量不用華工 那麼從1881年到1884年 這一段期間 正是這條鐵路 穿越Rocky Mountains 到達 BC海岸 到達烏克華附近 完成這個階段 差不多只有四年時間 這四年時間裡頭 不用了華工 因為有資料留存下來 人數最多只有達到一萬四千 但人數相當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當時在西部這代 人口都非常細胞 有一萬四千個華工 在修鐵路 人數相當多了 那麼這些修鐵路的華工 到1884年 工作完成以後 老闆就跟他們說拜拜 也沒有賠償金 也沒有什麼負比金 不像天在的職務 那麼可以說呢 很慘 也許有極少數 可能有幾十個人 能存下不少錢 想辦法再回家鄉 那麼這些人回到家鄉 不得了 因為那個時候在經濟發展的差距 你要是能帶回去幾百美元 那是不得了的一個財富 你到家鄉 蓋高樓蓋大廈 那麼消息就傳出去 這是海外發財的 其實百分之九十以上到海外打工的人 都根本沒辦法回去 基本上就是流落在島地 那麼在加拿大的 這個曾經到達一萬四千人數 等等這些修鐵路的工人 絕大多數留下來 就在加拿大找工作 慢慢地定居 那麼因為鐵路的完成 很多就沿著鐵路線 向東慢慢掛載 其實很快 也過去十多年的時間 就到達了東海岸 所以我們東海岸 開始由華人的移民 大概是二十世紀初年 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那麼最早的這些華人呢 據我所能查到 大概都是從西部這些當年的礦工 慢慢順著這個鐵路線 到東部來求聖 好在他們華人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們會做飯 做菜 華人覺得有些洋人喜歡吃點 喜歡吃chick ball 喜歡吃 可以開小餐館 但是最多的華人的行業 是開洗衣館 因為人總要穿衣 衣服總要洗 而那個時候沒有權自動的這些設備 很多要靠能力 那麼華人出賣體力很勤快 做這一行 這一行的競爭也比較少 別人吃不消也來做 所以中國的所謂laundry 幾乎在美國 加拿大 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時候 無處不站 我剛到Fredereton來的時候 那還有個Chinese laundry 所以那個時候呢 洋人就有一種錯誤的觀念 他要是碰見你是 知道你是Chinese 他可能會問 Where is your laundry 叫Chinese laundry man 就變成華人的一個通稱 那麼這個觀念 實際上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 才慢慢轉變 基本上大概從1960年代以後 那麼洗衣鋪變成更現代化更自動化 那不需要這麼多勞 那華人也開始慢慢做其他更好的工作 所以Chinese laundry man就慢慢消失了 回想到當年兩批華人出國的熱潮 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經歷實際上是很悲慘 當時的廣東人把這些出國打工 要想求生這些人呢 叫什麼呢 賣居宅 會講廣東話大家應該知道 賣豬宅 就是你出國去打工啊 就等於是一個小豬被人賣了 把你運出去 將來生死 將來前途 完全沒有把握 都完全靠你自己的運氣 那麼在這個第二次的中國的移民潮 就是188幾年到加拿大這個移民潮 發生以後在中國又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問題 這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從加拿大地方政府 那個時候的British Columbia 已經成立了地方政府 後來的深政府 那麼最後加拿大聯邦政府成立 這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對付華人移民 那麼在怎麼樣離定對華人移民的政策之前 我還要提一下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當時的白人社會 在美國也好在加拿大也好 如何看待華人 如何看待華人 對我們華人的一些這個觀念 當然 我剛才已經提到 慢慢慢慢是工作有關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華人由於受到社會上的歧視 當時的宙徒歧視 工作上限制 各方面的限制 但是華人沒有辦法跟其他的民族 其他的人通通住在一塊兒 只好住在一個特別的地區 那麼這就是最早的所謂 搞個大辮子 前面頭髮剃了 後面大辮子 在清朝的時候 那麼好像這個生活習慣 各方面與白人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歧視 就是說 這個China Khan 唐人街 是一種長沟納木的地方 那麼在事實上情況如何呢 也有幾分真的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唐人街 絕大多數的人口 都是那個年輕力壯的男性 男女的比例差別太大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 如何能夠避免所謂一般人所謂的瓢啊 倉啊 打賭啊 賭錢啊 這類的行為 不可能避免 所以當時China Khan裡面 在洋人看起來 什麼一天到晚都看了人 都不是賭博 就是瓢倉 就是這類的行為 當然當時的媒體 有的時候就報道 它是報道這些 負面的報道比較多 連當時的好萊塢電影也會如此 比如說我記得在很早的時候 大概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對華人的形象 一個最醜惡的一個形象 這個影片裡面叫做蜂曼秋 有沒有人記得這個名字 蜂曼秋 我們叫蜂曼秋 我們叫蜂曼秋形象 是一個好像清朝末年的官員 這個典型 藏了胡子 涼皮 這個好像是什麼陰險 惡毒的事情都可以做 這是黑社會的頭子 所以你們應該可以查一查 老電影裡面有關於蜂曼秋 看出這個形象多好 形象稍微好一點 是一個華人的偵探 叫做Charlie Chan 這個華人的偵探 導視探案比較仔細 觀察入圍 常常會有別人破不了的案 他可以破 但是呢 他有一個助手 叫做Washer 當然是西方人 其實他很多破案的情況 都是他助手 Washer的幫忙 換句話 這個形象裡面 華人再能幹 你要靠西人來幫忙 你才能成功 對華人女性的形象 也更重要 從這個老電影 蘇雷旺看到沒有 有沒有人看過蘇雷旺 你們都太年輕了 蘇雷旺是演一個紀語教授 當時在華人旺出的電影裡面很流行 所以凡是想到中方女性 特別是中國女性 都認為是蘇雷旺 那麼真正的在美國出身的 有一個中國的女電影演員 叫黃柳霜 這個你們都知道嗎 黃柳霜啊 他很能演電影 他是很年輕 就出來演電影 照那個時候的華雷旺的慣例 你能夠演電影 能夠出來 一定可以打出一篇《天下》 但是黃柳霜一生相當困苦 因為華雷旺把東方女性的一個觀念 已經定死在這兒 所以他能演的這個電影裡面 都不是好久的時候 不是演蒼姬啊 就是哪一個中國女人 愛上了一個西方的洋人 總而言之 是經過一生的經歷 是非常悲慘 一直到他死 他沒能演過一部 所謂的Positive character 真正的有能夠靠他的演技 演一個很好的角色 所以從這個方面可以看到 在當時西方人對華人的移民 特別是對華人群居的地方 傳那趟唐仁傑 他的觀念是如何 在這種觀念之下 難免地方政府跟聯邦政府 會討論到對華人移民的政策的時候 他一定會想辦法限制 美國比較簡單 他是從18幾年 就通過一個議案 乾脆就是一個exclusion act 就是禁止華人移民 但是他那個議案 也有很多漏洞 所以他從八十年代以後 一直到第二次大戰 這四十年代為止 這幾十年 還是有不少華人移民到美國 都是經過這些漏洞而來的 加拿大呢 情況還要稍微曲折一點 第一個是曲折論 就是在1885年 加拿大的 先是BC government 然後是Federal government 通過了Chinese Immigration Act 這個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就開始向入境的華人收人頭稅 叫做Paul Tax 最初的時候是你要入境 一個人收五十塊錢 當時五十塊錢 也不是個小數 後來沒幾年以後 加到一萬塊 再過了不到十年 加到五萬塊 凡是一個華人想要入境到加拿大 不管你是衣親也好 不管你是找工作也好 每個人要付五百塊錢的人頭稅 這個數目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我不知道跟現在的比例是怎麼樣 至少是成千上萬的一個數目 不是一般活動人給隨便拿出的一段錢 但是呢 雖然通過了人頭稅的這個法令 對於華人入境 還不能達到完全禁決的這個程度 主要的原因 因為華人要透過各種關係 將他進行清除各種關係 想辦法借錢付人頭稅進來 將來打工成了錢頭還 所以華人入境雖然是減少了很多 但是沒有完全禁決 那麼加拿大政府覺得這還是不夠 還要進一步把華人完全禁決才行 到了1923年 加拿大的國會通過了一個法令 其實它是一個revised 就是這個修改的法令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它這個修改的法令裡面 就明明白白地指定 禁止華人入境 是赤裸裸的一個種族歧視 而且呢 它只是對Chinese Immigration 沒有對其他的任何 Immigration 所以我們華人是有這個特權 被拒絕入境 那麼這個法令正式宣佈的那一天 剛好是1923年的7月1號 Canada Day 加拿大其他地方人都被慶祝 不要Canada Day 在加拿大的華人 法對一天叫做Permulation Day 因為我們受到歧視 因為我們受到歧視 通過了聯邦政府通過這個法令 來禁決華人入境 這個法令從1923年開始頒布 一直要到1947年才把它取消 換句話說 有二十多年的時間 是嚴禁華人入境 那麼在這個二十多年裡頭 華人入境的根據統計上面 數字非常小 只有特殊原因 當然是外交人士出外 只有特殊的原因 或者求學或者什麼特別的原因 都允許了一些問題 基本上華人入境非常小 那麼到了1947年 就法令取消了 美國也是在這之前 1942年的時候 就取消了更何對華人的移民的限制 那麼主要的因素 因為是兩個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 第二次大戰開始 大家知道 中國的抗戰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 而歐洲的戰時 1939年開始 當日本人很愚蠢發動 珍珠港市面 把亞洲的歐洲戰爭拉在一塊兒 因為他把美國拉進來 美國參戰 美國一參戰後 就變成第二次世紀大戰 那麼第二次世紀大戰發生 中國成為同盟國的一員 好了 對華人移民有種種限制 加拿大 美國 在外交上說不過去 這是你的同盟國 大家要起 要對付的周星國打仗 你怎麼能夠在移民上 如此歧視 所以他的政府裡面 發覺不對 他要修正的條例 那麼這是 換句話說 世界形勢的影響 中國的國際的變化 那麼 美國跟加拿大 不得不做出反應 那麼第二個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美國加拿大 本身社會的觀念在變化 那麼 對中國最初 在中國抗戰初期的同情 到最後開始 變化同盟國會員 做大量的援助 那麼他們的社會團體 包括很多教堂 萬年變 二十多年前 這些教會通過 我們贊成政府 要限制華人移民 現在反過頭來說 這些法令都不對 政府應該通過新法令 取消這些歧視法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也很大的變化 社會在變化 加拿大的社會在變化 那麼基本上 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後 這些對華人的所有的歧視法都停止 但是雖然在法令上停止 但是很多延續下來的一些因素 基本上還是使得 加拿大對華人的移民 沒有全面開放 真正的全面開放 是要等到一九六二年以後 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七年 加拿大的移民法,经过了至少一两次的修改,它修改的就把所有种族的区别取消掉了,它完全用不同的区别来算,按地区来算。 那么现在,基本上,据我了解,现在有没有其他的变化,我不清楚,就是说你可能是一清,你自己已经有清书,是加拿大的直系清书,是加拿大的公民,可以申请你来一清生活。 第二呢,经济呢,就是工作的需要,哪一个行业特别需要的,或者是投资,有钱了。 有钱了,是鬼推卜,有钱了,到处人家都欢迎你。 那么也有的一些是难民的生活,少数的一些,难民的生活。 主要的是这一类的区别,它有地区的扣打,但是它没有种族的区别。 那么所以,经过了这种社会的变化,法律上面的变化, 我想从1960年代到加拿大来的人,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感受。 因为我们会发觉这是一个很平和、很开放的社会。 这社会也已经建立了相当好的一个福利制度。 所以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1960年代以后才会到这个地区来,到加拿大来。 所以我跟老孟年龄年龄最大,我们都是那个时候来,你们不可能比我们长。 所以我记得多年以前,国内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义苦思甜》。 我想我的讲题讲到最后,我可以也用这四个字来说,我们了解华人移民到加拿大来的历史情况。 现在我们要义苦思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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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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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